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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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产业对接会 整合协调政府部门金融机构 和供应链上下游企业资源 合力推动供应链金融业务发展 为产业链企业注入源头活水 省金融局二级巡视员刘凯文 市领导赵志涛出席活动 活动中 华侨试验区管委会 与新希望投资发展广东公司 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目前在省市金融部门的支持下 华侨试验区已协助新希望 和广东瑞昆两家供应链金融企业 成功取得全省首批供应链金融公司 试点名额 现已完成供应链金融公司的设立工作 第一方面是共同在汕头 推动供应链金融的一个平台的建设 第二方面就是说和汕头推进 在这个生态环境治理的一个合作 第三个合作的大的方向就是 智慧城乡 帮助汕头打造这个数字政务 数字城乡 以及智慧社区的一些各方面的一个应用 在活动现场 中国银行建设银行 民生银行 汕头分行 汕头海湾农商行 总行等金融机构 还分别与瑞昆供应链金融公司 真和实业公司 新希望供应链金融公司 华市供应链公司签订受信协议 总受信额度达到11亿元 此次签约的四家供应链企业 是华侨试验区一平台两试点 供应链金融服务体系的组成部分 华侨试验区自2019年开始布局引进供应链产业 至2020年12月底 合计线上批发额约67亿元 帮助上下游企业融资约10亿元 并培育了一批本地的供应链管理人才 这个战略合作协议 首先是建立了我们供应链公司 和汕头市多家银行的一个建立联系 作为银行给我们提供受信之后 我们可以通过盘活当地的一些核心企业 为这些供应商 尤其是中小微企业 提供综合受信 解决这些小微企业的融资男融资贵的问题 今天的活动还正式启动上线 华侨试验区大宗商品服务平台 该平台作为一个供应链科技平台 将运用互联网信息技术 有力支撑供应链服务产业发展 进一步服务汕头越东地区 买至海内外华人华侨的大宗商品市场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降低企业成本 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有了整个华侨试验大宗商品交易平台 它将是一个面的突破 它将承载了各个金融机构 对接华侨试验中小型企业 提供一个平台 那平台就能形成合力 那么合力完以后 它就更容易更便捷地解决 整个平台内企业的一些 技术资金跟信息应用的能力问题 供应链金融 是指某一特定商品产业链中 由核心企业 汇同商业银行 保险公司等 为产业链上下游中小企业 提供的一种金融服务 主要业务包括 应收账款融资 库存融资 仓单融资 上游担保 电子票据 电子保盒等 2020年初 广东省以监管沙河的模式 推进供应链金融的发展 华侨试验区积极会同有关企业 对接洽谈发起设立 供应链金融公司事宜 目前已取得全省首批 两个试点名额 并已在华侨试验区 正式设立和开展业务 这两天受强冷空气影响 我是气温持续走低 是气象台昨天发布了 寒冷橙色预警信号 我是启动防冻四级应急响应 各阵阶及相关单位 迅速响应 做好各项防寒工作 昨天中午开始 我市气温明显下降 到今天早晨 潮南区红厂镇 路德全市最低气温四度 今明两天 火市持续受强冷空气影响 明天早晨最低气温将降至四到五度 北部和山区最低气温二到三度 昨晚市三房指挥部 要求各地各部门加强值班职守 切实做好各项防御工作 重点关注无保护低保护 困难人员的防寒保暖 和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 确保社会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金平区关华街道 居住有低保对象六百五十多户 残疾人约一千三百人 这两天寒潮来袭 当地街道居委工作人员忙个不停 未有需要的群众送去温暖 阿尔玛社区的独居老人黄仪 今年已八十二岁 双脚不便无法下楼 今天上午工作人员主动将棉衣棉被 送到老人家中 昨晚朝阳区组织开展 遇寒救助行动 为流浪汉困难孤寡老人等人群 送去遇寒物品 寒夜的街头 民政公安城管卫健等相关部门工作人员 冒着严寒 带着衣备食品等遇寒物品 寻程检查 对露宿街面广场公园桥洞的流浪人员 进行劝返救助 文光街道与社区干部 分头走访慰问辖区内的 无保护 低保护等困难孤寡老人 为他们送去遇寒物品 在长海区 农业部门指导各地养殖户和农户 积极做好蔬菜与畜勤的防寒防冻工作 飞于龙都镇夏北村的 仁夺湿头鹅养殖专业合作社 采取多项措施 为种鹅厂的2.3万只种鹅保暖 在种鹅厂的孵化间 每天有5万颗种蛋在孵化 虽保证除了孵化不受低温影响 孵化设备也调整了相应的技术参数 连上镇 连上农业科技师范基地的400亩蔬菜 防寒防冻措施也得到落实 农业部门提醒 在低温天气 种植户要为蔬菜加盖薄膜 温度升高时则要及时揭磨通风透光 确保蔬菜正常生长 而养殖户则要及时开启供暖设施 非钢孵化出来的触勤保暖 确保农业生产正常进行 华能海门电厂检修部 卢控班承担着电厂四台 百万千瓦机组热工设备的 维护检修工作 保障着电厂的安全生产 卢控班班长季杰宏是一位女汉子 极不平凡的2020年 给她带来挑战 促使她变得坚强 2021年再出发的步伐更坚定 这一天记者刚刚来到 季杰宏的办公室 就接到运行部门的电话 说有一个炉管泄漏报警了 季杰宏和同事火速赶到现场 不行了不行了 已经报警了 应该是这一根吧 刚刚检查了这一遍的话 22号探头是存在探头走坏 可能是蒸汽影响的 所以现在在准备更换 电厂现在有四台百万千瓦级的燃煤机组 季杰宏所在的班组 日常工作是保证锅炉燃烧 能看得见控得住 维护好测量设备和远控设备的正常运转 这份工作要求有过硬的专业能力和细腻观察力 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 就给季杰宏班组带来全新的挑战 疫情的影响 厂家指导人员没办法入住电厂来给我们做新增设备的调试指导 所以整个调试的任务就落在了我们自己的肩上 面对了新的设备 我们又要从零开始 所以要一点一点的去摸索它整个原理 整个图纸 整个过程需要又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又不能影响整个调试的进度 安全二字是刻在季杰宏心中的信念 这一年季杰宏凭着认真钻研的精神和过硬的业务能力 克服一个个困难解决一个个问题 选版完成了四号炉A级检修和三号炉C级检修两个重量级任务 保证了四台机组安全稳定运行 这种敬业精神来源于对事业的热爱和责任感 记得当初入场时 季杰宏曾面对众多图纸资料说明书和纷繁复杂的设备 感到无从下手 但就凭着一股刻苦好学的劲 不仅很快上手 还获得过越东区域大型火电企业技能竞赛第一名的好成绩 季杰宏同志为了补理论的这一门课 有的时候是深夜学习到两三点钟 着实也是不易 来电厂工作十年 季杰宏获得了多项劳动模范 技术能手 最美女职工等荣誉称号 今年季杰宏又被评为省劳动模范 在同事眼中 她就是一个女汉子 2020年是不寻常的一年 即使环境艰难 但我们还是保证了四台机组安全稳定运行 展望2021年 我将以工程不必在我的境界 工程必定有我的担当 继续发挥光和热 扎根电力生产一线 守护万家灯火 今天上午 第三届亚青会第一期竞赛主任工作会议 在我市召开 国家体育总局清少司相关负责人 体育总局委派各项目竞赛主任 以及省体育局各中心相关负责人 拼取亚青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汇报 并实地考察善大体育中心 体育产业基地 豪江体育馆等亚青场馆建设项目 协调推进亚青会竞赛组织筹备工作 亚青会市值委会 2020年11月22号 启动第一次竞赛报名以来 目前已有44个国家地区的奥委会提交报名表格 明确17个竞赛项目技术代表 另外竞赛小项及运动员参赛年龄设置等工作 也在加紧沟通协调中 确保按时启动第二次竞赛报名工作 立项建设的22个场馆项目 累计已完成总体供应量约7成 我们通过前期的技术代表的委派 然后我们跟亚洲各个叛研会员国的联络 报名情况 赛事筹备 现在都一切进展顺利 希望攀岩这个新兴的 时尚的青年人喜爱的项目 能够在汕头能够生根发芽 能够让青少年能够参与进来 应该说整个的筹备工作的 都是按照亚女士会 章程 主办程式合同要求 都是按照节点时间节点 任务节点推进的 我们对汕头筹备亚青会会 整个工作我们是充满信心的 违法停车不仅有损城市形象 还会影响交通秩序 最近有不少市民反映 市区金兴北路 金环北到金方路段违法停车现象较为突出 导致道路交通拥堵 请看今天上午上班高峰期 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上午8点 记者的采访车从金兴金环路口 沿着金兴路往南开往金凤路口 此时 这一路段已大排长龙 短短400余米的路程 我们的采访车却花了10分钟左右才能通过 记者沿路看到 不少机动车和共享单车 非法停放在右侧的非机动车道 导致非机动车只能走机动车道 从而挤占了部分机动车道路面 号排为越地MT462的灰色私家车 就将车辆随意停放在路边 据记者观察 金凤路因施工封闭部分车道 从金兴北路进入金凤路的路口收窄 上下班高峰期交通压力较大 加之这段路沿途有不少车辆违法停放 就导致经常出现拥堵 一般晚上的话都停了 一排的汽车还有共享单车 就会导致塞车 这些汽车的话 它是从白天停到网上的 这些汽车的话就是说 它附近有些居民 还有一些吃饭的地方 它有所谓停在这里 早上这边是七点到七点半的时候 很堵 有的时候会堵到九点 市民希望大家都自觉遵守交通法规 同时也希望有关部门加强整治 还路于民 你希望就去这些车吗 不要驾到这个马路这里 因为早上毕竟太多 近期 我是公安交警部门 组织开展摩托车电动车 专项政治行动 加大交通违法行为 现场查处力度 请驾驶乘坐 电动车摩托车的人员 替代安全头盔 请驾驶乘坐 电动车摩托车的人员 替代安全头盔 国道三二次线潮南 峡山金光路口 市军车流量近九万车次 昨天下午 民警用警用无人机停在低空 反复向路口等红灯的驾驶员 喊话提醒 潮南交警大队 一中队的民警和辅警 分散在路口各个方向 纠查驾乘电动车摩托车人员 不戴安全头盔 和逆向行驶等交通违法行为 你这个行为是属于 没有戴安全头盔 是属于交通违法行为 知道不 还有你看到这个车就没有牌照 像这种车辆 是属于超标的电动车 清楚了 清楚了 买个规范的车 要戴安全头盔 注意交通发生 行动中 交警还联合街道 居委和辖区派出所 深入社区停车场所 开展清查和宣传行动 并落实网格员送法上门 东原引导居民主动清理报废 和无牌无证摩托车 对路面 商户 开展 逐家入户 共同维护停车秩序 同时增进三个市国道 城区 路段 机飞 隔离和 人车风流设施 自上个月一号以来 潮南交警大队供查出 酒驾最佳近百宗 以及无牌车上路行驶 无正驾驶 驾乘摩托车和电动车 不带安全头盔等九百多宗 由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开发的微信小程序 爱善旅游 今天上午正式上线发布 这是我是打造旅游资讯服务平台 推动旅游智能化的举措 爱善旅游小程序 具备线路推荐 全景导览 停车查询 卫生间查询 一键救援等多项数字化服务功能 为旅客在汕头吃住行游的各项服务提供指引 提升游客游玩体验 我觉得这个活动是真的很好 就是可以让我们外地人能够更了解潮汕的一些文化呀 一些旅游的一些景点呀 很棒 会了解到汕头一些很多地方的那些习俗啊 然后小吃特色这些东西 然后就会到处去看 这样比较方便 就推广汕头 今天上午 世文广旅体局 还同时举办爱善旅游2020打卡汕头Vlog 征集大赛颁奖活动 短视频 百载商部之汕头小公园等 43个作品获得奖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